再看到公路局今年4月提出了台九线安全景观大道瑞穗段 依照市热区设置钢板护栏工程计划 原本预计10月份要发包动工 但因为南区地震风灾灾负工程排挤影响 时的第一次发包不顺利 而公路局第四公务段积极克服 11月初已经顺利发包动工 预计明年年底将完成改善 2023年倒数最后两天了 台九线安全景观大道瑞穗段依照市热区 公路局预计10月份就改建制的钢板护栏 却都没有动静引发地方关注 这个工程在10月的时候就已经上网发包 但是招标过程因为最近这个花莲南区 震灾跟风灾的关系 很多的大工程都在花莲南区进行 所以说发包比较不顺利 它有经过一次的流标 但是在第二次发包的时候 我们就顺利发包出去 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就绝标了 这个开工之后厂商还是必须去跟这个相关的工料商 因为它是钢板护栏 它有钢板的材料需要做生产 它所以跟工料的厂商去做一个定料的一个动作 虽然整个工程发包过程中受到南区地震风灾 灾附工程排挤影响 第一次上网招标并不顺利 但是玉璃工目段重新调整 并阶级克服东部招标困境 顺利的在11月决标 12月初完成签约后 这一两天建造商也已经开始办理动工 我们的工期是在明年的12月份的时候要完工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从路灯的灯杆 先往内稍微移一些 然后在外面再做这个钢板护栏 那它的工程的顺序是这样 那在交通维持的部分 我们会先封闭一个车道 它目前是有两个快车道 一个机车道 所以会先封闭内侧的快车道 那也请大家到时候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公路局赤资1.3亿元 进行的钢板护栏建制工程 试座范围是从台九县复原国中 到瑞瑞外环道路口约8公里的路段 沿着中央分隔岛两侧 加总约16公里长度建制钢板护栏 目前施工单位也与工料厂商 定制钢板建材 预计明年农历春节过扣进厂施作 届时工区交管 段长陈锦阳也尽请乡亲民众多加配合 若没有问题 明年年底就可以完成 改善易造舍路段的道路环境 记者石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